我们刚刚新闻一开始有提到 最近校园霸凌事件不断的传出 在嘉义县就有一名国三的女学生 被其他三位女同学竟然打到了住院 出院之后又遭到了言语上的辱骂 嘉义少年队进入调查 目前已经将这三位施暴的女学生 含送少年法庭 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小巷子看起来宽敞明亮 但是一个礼拜前就在上学时间 嘉义这所国中发生校园暴力事件 三位女学生围殴一个同学 把这位苏信国三女学生打到脑震荡 校方调查发现是因为苏信女学生 不愿意帮同学拿东西 才会引来暴力相向 不过事件就发生在 人来人往的上学时间 苏同学被打了十几分钟 竟然没有学生出面劝阻 而是社区民众看不下去才通报学校 校方赶紧展开全校宣导 希望学生不要冷漠 我们之后有跟他们宣导说 在当下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 他们其实第一个要做的是劝阻 先劝阻同学 那另外他们也要马上通报我们学校 鼓励学生勇敢通报 希望可以遏止校园暴力 目前三位施暴的女学生 已经被韩送少年法庭审理 不过受害者身心受创 担心到学校又会遭受威胁 到现在还不敢上学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